第1423集 神异变化 这两人进入的时间已经很不短了 墨天机看着自己在地上画出的十七道线 轻声说道 到今天已经第十七天的中午了 顾独行恩了一声 自言自语 嗯 十七天了 已经十七天了 牟子中却有犀利的剑光一闪 墨天机摇摇头制止他 相信不会有意外 魏兄绝不会对老大不利的 顾独行淡淡的哼了一声 要是老大真的有事 我就途尽暗桌 墨天机点点头表示认同 董吴商听到豁然抬头 嗯 墨天机笑道 没事没事 董吴商哼了一声 怎么就没事 刚才我分明听到了 怎么 老大此行居然会有危险 你这听三不听四的 听头没听前 我刚才只是评估一耳 哪里有说老大有危险了 墨天机没好气的翻起了白眼 这几个家伙 有些钻牛脚尖 分明知道绝不会有事 但是仍是不由自主的往坏住想 然后自己就在那里咬牙切齿 大抵就是所谓的太闲了 闲得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 然而就在此时 突然间有一股玄傲异常的气息 自弟弟窜生起来 众兄弟都是宁神一阵 宁神戒备 他们现在却是不怕有事 正愁没事呢 季默和罗克迪这两个吃货 也站起身来 舍弃了即将烧烤完成的美味野兔 手按剑饼 吃东西固然天大 但有些事情却比天还大 尤其是有关楚老大的事情 随即就见到四道悬疑的光芒 突兀至极的从地底冲上来 轰个一声 下一瞬 极度光芒闪烁天地 天地尽为之一亮 光耀乾坤 如丝刺目的强光 竟然连太阳的光辉也压了下去 在那片极度光华之中 众人分明看到 之前的四道光芒 分为一红三白 红色光芒最为宏大 威势却是其他三道光芒的数倍以上 连天接地 贯穿乾坤 然而这极光现象就只维持了片刻 极度光华 就此四散而去 唯有那道最为宏大的红色光芒 顿了一顿 仿佛在寻找什么目标一般 突然绽放出 犹如梦幻一般的迷离色彩 竟如闪电一般 急速地冲入了莫清武的郊区 变生肘叶 这一变化 来得实在太过突然 莫清武就只来得及 啊了一声 那道红色光芒 已经彻底消失在他体内 再无痕迹 就好像从来不曾出现过一般 这一连串的变故 发生得太过迅速 即便以迅力不及掩耳来形容 都显得慢 不单莫清武 众人谁都没有来得及反应 等到终于回过神来 该发生的已经都发生了 甚至已经彻底结束了 莫天机首次感到 事情完全脱离了自己的掌握 自己对突兀而来的变故 完全失控 心中慌乱之余 一个剑步来到莫清武身前 紧张地问道 小五 你怎么样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莫清武的脸上 呈现出迷惘的神策 轻声迟疑而又不定地道 我没有感觉到任何异常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实在是太快了 我真的没有任何感觉 小丫头有些慌张 说话也有些颠三道四 嗯 莫天机一愣 那光芒声势如此浩大 必然来历不俗啊 怎么进入小五的体内 却是全无反应 这有违常理啊 奥歇云摸着下巴 皱着眉头猜测 直到现在为止 九节最后一节仍旧未定 据楚老大说 这里应该有九节剑的第八节 刚才那道突然冲出的光芒 很可能就是第八节九节剑 带来的变故 可那道光芒 却只是选择了小五 我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啊 小五 是不是就是九节最后一节呢 莫天机沉思起来 斟酌着奥歇云这番话的可能性 其他众人的目光也都为之一亮 如若奥歇云的猜测属实 那九节就齐全了 九节何必 却是大姓氏啊 偏偏描不通 最喜欢与奥歇云唱反调 要是那几道光芒 当真代表九节之数 小五得到其中的一份 就是最后一节 那剩下那三道光芒 又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还有第十节 第十一节 十二节 众人顿时意气哑然 瞄不通说的在理啊 不错 其他的三道 如今已经飞得无影无踪 谁知道到哪去了 若是根据这个判定九节 未免有牵强的嫌疑啊 现阶段 确实无法判断那四道光芒 到底意味着 象征着什么 又代表了什么 与此同时 楚阳也心有所觉 又或者是深有所觉 其中有一道白光 在飞出之后 却又无声无息地转回 似乎只是到外面去逛了一圈 然后又刷的一声 消失在自己的身体里 楚阳一愣 心道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说自己又中奖了 为什么要说又呢 谁让这段时间中中奖平平 真正是不止一次了 不过仔细一看 才发现那道白光确实是进入自己的身体 不过中奖的不是自己 因为那道白光真正进入的 是自己身体中的九节空间 一头钻进了乌倩倩处于沉睡状态的身体里 中奖的竟然是乌倩倩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www.gxp8.com 楚阳郑重 凝神沉思 可是沉思了好半天 也没弄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唯一得出的结论就是 那道白光出去溜达一圈 发现目标居然在自己身上的九节空间里 这才回头 只是这白光的领域性未免高得过分了 自己的九节空间 从来没有任何外力可以自主进入的 这道白光居然可以例外 当真是了得 下三天铁云皇宫 铁云国国主铁补天 此刻正平澜而望 遥想良人 上次楚阳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 却留给了铁补天无限甜蜜的回忆 楚阳离去的时候 铁补天就是站在这里相送 正是因为那日的相送造成了铁补天的一个新的习惯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这里急目远眺 即使明知只是空带 却仍存希望 或者那个没良心的会突然回来呢 但日复一日 楚阳却始终没有回来 久而久之 铁补天也就多出了这么个习惯 侍卫们远远地站在后面 没有人敢弄出些微的动静 他们都知道 皇帝陛下在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能打搅他 一个个屏息静气不敢说话 你 你还好吗 铁补天的眼中又四丝柔情闪过 看着远方天际心中悠悠一叹 要是自己那时候肯抛弃一切跟他走 或许就不必受着相思之苦了吧 但是 我就如何舍得下呢 回去了 铁补天微微转身 就要转回皇宫 就在这时 突然间一阵惊呼声响起 陛下 陛下 小心 天际一道灰红的白光突如其来的落下 就像是亘古整个天空的迷空彩虹 万里月空而来 一瞬间就已经到了铁云城头 却在瞬息之间 蜕变成最为雍容华贵的明黄色 一如帝王的黄袍 威严不可放物 明黄色光滑一闪 灰红的光芒 静止进入到铁补天的身体 这时众人的惊呼声 竟然还没有来得及落下 实在是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 结束的也太迅速 铁补天就只觉得 有少许的眩晕 作为当事人的他 还没有了解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禁皱眉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恭喜陛下 赫系陛下 此来天将神龙之气入体 龙气入体 天命之主 我铁云皇室 必可得上天庇佑 威灵天下 万古长存 远近的文武大臣和侍卫们 同时跪道 这次天线异象 正应在皇帝 笔下身上 这可是莫大的祥瑞啊 正在皇宫隐秘之地 潜心修炼的宁天涯 眉头一皱 双目一抬 若有所思的望了望天空 宁眉思索好久 却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他可以断定 他可以断定 那道灰红的白红 与所谓的龙气 毫无关系 但真正让他说出个 所以然来 他却也是说不出来的 而且最奇怪的 那道白光虽然跟龙气 毫无关联 却又带着 无限的帝王之气 这是 为什么呢 宁天涯也糊涂了 唯一可以确定的 就是那白红 不会有负面影响 如此也就够了 至于皇宫中的 另一个艺术 小铁羊 仍旧在那水池里 继续着 他日复一日的 不断的游戏 小脸上 如今很有点凝重的意思 那棵奇怪的树 又一次被放在水里 那些透明的珠子 随着水流 不断的冲上去 冲上去 然后破败 坠落 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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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中间 还有奋斗 挣扎 放弃 逃避 等等等等 众生百态 至于这道白光 小家伙 似乎没有看到 置之不理 遥远的九重天阙 烟雨江南 小巧玲珑的 红尘小柱 久违的紫邪情 一身白衣 在一片墨竹林里 静静的端坐 感受着天地元气 滋养自身的契机 自从成功断体化人之后 紫邪情仿佛能够感觉到 自己貌似连脾气 也改变了许多 体内的妖气 一招进散之后 以人的身份 再次聚拢灵气 重新修炼 却当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直到现在 即便有往昔丰富的经验 异常优越的修炼场所 修炼资源 却也才堪堪恢复到 往昔一半的修为 自从回到这里 紫邪情一直潜心修为 闭关不出 尽一切努力 心力毅力 来恢复修为 然而 为了能够蜕变成人 他腰单一回 修炼进度 与往昔不说差天共地 进展也是颇为缓慢 只能慢慢的习炼 作为人的三胆田 循序渐进 紫邪情乃是修炼大甲 对这样的过程早有明误 倒也不急 自己的底子在那摆着 只要肯下水墨功夫 自己总会有再度成功的一日 尤其是如今退进腰区 就本质而言 才是真真正正的 开始了大道之门 前途尽是光明坦途 在这段时间里 那位曾经身陷死结的 妖族太子 如今身体已经痊愈 也来到江南 几乎是三天就登门一次 绝口不提追求之事 只是谈天说地 交流讨论修炼心得 又或者说些江湖趣事 紫邪情对此不胜其烦 自己经历了无数艰辛 承受了那么多的苦难 才得以断体成人 其中很大的原因 就是为了与妖族划清关系 现如今 又如何会接受他的心意呢 更别说 自己的心里头 早就已经隐隐的 有了另外一个人 第1423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